好,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讲师保明 我的Q94535601 这是我的免费交流群 这是议员学习群 大家有兴趣可以在里面探讨问题啊 今天是基础篇完成之后的一个拓展件 那是第十二讲 那主要我们今天讲一个破解 那这一课的内容 只是为了给大家拓展一下知识 当然你既然要会 你会写 那自然而然 那就最好学一下怎么破 那我们看一下那个百度给我们的一个定义啊 专业点的话来讲 就是反汇编 把目标代码转化成汇编代码的过程 那我们平时写这些软件 那有很多种语言啊 有什么CC++什么什么 软译语言等等 那就是把这些语言代码给它 转换为汇编代码的过程 然后就是低级转高级的这个意思 常用于软件破解 就是如何找到这个如何注册 就是然后编写那个注册机什么的 常用于什么外挂技术 立下工程 软件汉化什么的 就是领域比较广 那那反汇编还可以就是看到我们 在就是语言编写的那个一些命令吧 一些代码都可以看到啊 可以领悟到软件做的一些思想 那这个我们就可以擦掉了 这个大概了解了一下意思之后 我们就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做些什么 我们首先我们新建一个语言空白程序啊 我们从头开始 那我们平时写一些一些软件 是不是用到了一个流程控制命令 如果或者如果真 我给大家打一段代码 大家看一下能不能看得懂 看得明白 那如果你看不明白 那之前就是白雪了 基础片白雪了 虽然我们讲的是破解 但我们就破解我们自己写的这个软件 这样大家能更好地了解 这个对调一下 样式我们就不管它了 错过着能看就行 好 我们双击进入 如果 编辑框 一点内容 等于 报名 且 编辑框二点内容 等于 94535601 那么 我们再给它加一个按钮 那这个按钮就叫它 嗯 以 获得 最高 权限 那这个默认我们看不见它 可是为假 那我们运行 这个按钮看不见的吧 那我们 如果账号和密码 都对的话 那我们就让这个按钮 二点 可是 我们就给它等于真 否则 信息框 一个 账号 或者 密码 错误 当然这是最简单的一种例子啊 这个例子特别简单 所以说 破解写肯定不费难度 就这么一 简单一段代码 我们实现了一个什么功能啊 我们运行一下啊 现在我们 什么都不输账号密码错误 对吧 这个 这段代码能看得懂吗 现在 你们 你们基础学的如何 这段代码 有没有人看不懂 看不懂呢 扣过二 看得懂的 扣过一 看得懂的 就扣过一 扣三的无视 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 基础学完了 这个肯定是看得懂的 好 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的账号 是保明 密码 94535601 对吧 我们点登录 就看到这个按钮了 它的属性就更改为真 那我们 现在没给它这个按钮干嘛 那我们 再给它一个 信息宽啊 你可以 使用 本软件了 那这就算 算得上是一个验证程序 只有账号密码 是我们规定的 账号密码的时候 它才能 我说 它才能 使用这一款软件 否则账号密码 错误的时候 它就是不能使用这款软件 好 做完这件事之后 我们把它静态编译一下 这是第十二课 测试 测试软件 我把它进一下编译 这个有点 有点乱 在这边 那这款软件 你发给别人 那别人要想使用这边的按钮 免费使用这款软件的话 那肯定是用不了的 因为你不告诉它账号密码的话 它乱输 那肯定没有用 使用不了 那 今天这一课 讲的 这个 破解 那就是给大家拓展这个知识 那你既然自己能写这个这种登录 验证 那别人同样可以对你这一段登录进行破解 那我后面会讲 让大家怎么就是防御吧 保护 但没有绝对的安全 这节课我们会用到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在 百度云 这个工具叫 无碍破解的OD 大家去百度云下载 然后解压之后 就可以 进入这个目录 目录里面有一个 无碍破解.exe的这个程序 在最下 最下方 看你自己的排序方式 反正是无碍破解.exe 那我们今天要做到的一个效果就是 这款软件 现在我们不知道 虽然我们知道账号密码 我们假设不知道账号密码 我们同样 能 实现 使用这边的一个按钮 获得权限 现在是登录失败 看一下来的提示 我们打开今天这一款用到了这一款破解软件 打开之后 我们现在是 这边窗口叠加的有点多的吧 各种各式的小窗口 这个比较多 比较杂串 因为这是第一课 你们也 也不知道这个 怎么怎么玩 然后我们主要就是跟你们说一下 拿到这个软件打开之后 我们有两种方法 对这个 就是导入这个需要破解的软件 第一个就是文件这里面的 就是文件里面的 打开就行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直接 拖进去 我们拖进去之后 如果报什么错 你们不用管 我们今天讲的例子 是我们自己写的这个例子 对吧 特别简单 肯定什么 什么安全措施都没有 平时我们写的一些软件 那个注册机啊什么的 基本上都不做什么 保护的 或者说 如果人家真想看你的那个窃取 你的代码很简单 好 导入之后 我们看到了这边有一个主线程 这个 我是我们今天要想讲的 所以说我们把它展开 这边有一个放大 将它放到最大 进入这个页面 特别乱 特别乱 它一般 和我们的普通的一些软件差不多 同样有着菜单单 上方是菜单单 一些菜单 今天我们用不到这些菜单 那右侧这边是寄存器 那下方 是我们的 字符串 上方这边 这一片区域 那就是我们的汇编代码 好 我们今天 要实现对这一款软件 就是无需账号密码 就能使用这个按钮的话 那我们 跟着我的步骤走啊 在这个代码区 我们简称代码区这边 右击 随便一个地方右击即可 右击啊 然后往下找 找到一个中文搜索引擎 然后我们 直接智能搜索啊 选第三个智能搜索 那点完之后 它会有一段加载 加载时间 如果你的软件代码特别多的话 那就会加载一段时间 那这边呢 特别乱 特别乱 很多 来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 那我们就说一下 这个 这么多什么英文啊 什么的都属于是自无串 自无串 今天讲这个 还有一个意义就是 你们以后可能需要用到 一些简单的 最基本的一些 破解知识 那还是要知道的 我们网上 看 都是看不懂的 看不懂的 那我们就做一些 上方还有文字了 这边还有中文了 什么 指定窗口未再入 这是 这是一元本身一些代码 内部的代码 在这边也能看得见 那我们 做一些什么事情呢 我们 点击这个登录之后 它出现了一个 账号或者密码错误 提示的是账号密码错误 那我们 不希望这个账号和密码错误 它出来 我们不想看到它 因为看到它就代表失败了 那我们不想看到它 那我们就 在键盘上一个快线线寻找 就是Ctrl加F Ctrl加F 那我们不希望出现什么 我们不希望出现 刚才的什么密码错误 这几个字 有这几个字 那我们点一下确定 好 这边就出现了一个账号或者密码错误 当然这个软件比较简单 不像 其他如果要真正写起来这种验证的话 肯定不是这种 因为这个验证的账号和密码 直接可以在字符串这区 看见了 保密 95360 这时候账号密码都已经看见了 其实都用不着破解了 直接可以过去在这块软件上输入 密码已经显示出来 就是这个 那我们现在不知道它 我们换一种方法 我们换一种方法 搜索是Ctrl加F 搜索我们不希望出现的文字 对于这一段文字 我们不想它出现 那我们就给它一个双击 好 它又回来了 又回到了我们代码区 这个 如果你跟着流程走 你即使不懂这边 这个后面我们讲的这个 什么Jump J1 J1 什么意思 那你就可以 反正也就是这三种 你没事 你就随便改着玩 你都能 对一个简单的软件 将它破解掉 就是你什么都不懂 你反正看见这三个字 你就 如果是这样吧 你就改成 可以改成J1 你可以改成J1 就这个意思 你都能试着 如果你懂 你肯定没这么复杂 你不懂 你懵 你也能把它懵对 在我们这些软件中 我们基本上会用到一个判断 那就是 如果 对吧 或者如果真 或者直接 其他流程控制中呢 是 判断 对吧 有这几个 那在其他语言中 也有什么 if else 也是代表判断的 那既然有这些判断的 那这个 破解 就相当于找的这些 关键字啊 关键字 如果 有这些 只要有了if 或者else 或者如果 这个语言中的如果 那就 你这个法语 那肯定会有问题 好 我们看一下 我们 我们 到了这边之后 我们下一步的操作 先看几个关键字 这样 无条件跳转 接一 等于则跳转 JN1 不等于则跳转 这个如果理解起来 这个J1和JN1 可以 可以默认为 我们这个 一语言中的 如果吧 如果 就是 实现了 等于了 那就执行这一段 如果不等于 就执行这一段 可以这么 这么理解 这个 这三个 指令 可以 可以这么理解 好 那我们 看一下 这个账号 或者密码错误的上方 一般我们是往上方走 这边有一个Jump 在它第一个 最靠近这个账号 密码错误的地方 有一个Jump Jump什么 Jump是 无条件跳转 无条件跳转 也就是说 在这个代码区 如果我们运行 它也是 从上往下 就是从这开始执行 往下执行 执行到这 无条件跳转 红色了 在左侧出现了一条红色的线 变成红色 就代表 它肯定会跳过去 就是从这边走啊 就 就相当于直接跳了 这里面的这些代码 这中间 这段错误的 这段都属于账号密码错误的这一段 那码都会跳过去啊 比如说 它会跳到这边执行 然后 Return 结束 好 既然我们跳过了这个账号或者密码 啊 错误 这个 那我们为什么登录的时候还会提示这段内容呢 那 下次大家就要知道 那就 我们再看一下这账号或者密码错误 就这一段内容里面 这样吧 跳到哪 这样吧 跳到这 也就是说 在这边 这段代码中肯定有什么阻止了我们的 Jump 运行 到这边 应该 应该 我说的还算比较 好听懂吧 卡 那我稍微讲慢一点 有没有人 对刚才那一部分能稍微听得懂的啊 还没晕呢 扣个一我看看 晕得的直接扣二啊 当然不重要 有兴趣的 你可以后面再继续深入学习 听得懂对吧 我刚才这几句话 有人已经迷糊了 我感觉我讲的还好吧 那我们再重述一遍啊 那个 不要请我啰嗦啊 我们说过 Jump是直接会跳转 就是直接跳转 就相当于 如果你面的那个 不是强了 一语言中的 如果 实现了 它就会执行这一段 不实现 那就执行这个 那也就是说 不对 不是如果 是代表 更简单的 就是如果真了 它只有实现 也不算只有实现 比如说 这样的代码实现了 就会执行这 这个地方的内容 那也就是说 在 这个 反汇编软件中 它就是 这样 直接跳过去 不管中间这一段代码 本来是从上往下执行 但执行到这个 降牌的时候 它就不执行了 它会跳过去 跳到这个箭头直线 开始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那这个账号密码错误 其实就是我们的 信息框 账号密码错误 但这一部分 我们没有跳过去 我们还是显示了 这个提示框 如果输入错的 账号和密码的话 那就说明在这一段 一直到跳过的 这一段代码中 有干扰我们 Jump 这个指令的 指令的东西 那我们选中这一个 这一块代码的时候 已经看到了 这时候这边也出现了 一个红色的线 在Jump下面一行 就这一行 有一个红色的线出现了 当然其他是没有的 但是这边有一个 红色的线出现了 我们沿着这条红色的线 反向 反向往上寻找 反向往上 就看到了一个 到了这一行代码 这一行代码是什么 J1 这样的代码是J1 J1是什么 你可以对照 等于则跳转 也就是说这边 J1和这个 J1都是一个判断 属于一个判断的指令 当然这时候 它现在变成了白色 对吧 也就是说它还没做判断 这时候没做判断 那我们 我看能不能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 大家上面刚才我们没有讲 这个是运行 运行程序 稍微有点慢 那我们这边变成红色 因为我在这边 F2下了一个断点 看 这个是我们之前的 我们退掉 我等一下 看能不能给大家演示一下 因为我这个 当时搞这个电脑的时候 删掉了太多的文件 已经导致 刚才那个错误 你们不会报 报错的 就是刚才有一个框子弹出来 那个你们的那个 这个破解软件不会出现 我删掉了不少东西 所以说现在这个软件也 也坏了七八成了 看一下有没有出来 没有出来 已经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这个是重新加载 就是将我们要破解的软件 重新代入啊 就是对之前的更改 如果对这个代码进行了更改 那就重新代入 就是回到初始状态 我们运行一下 创建一下 看能不能创建出来 这个是可以运行的 但是我不知道现在 会不会出现其他问题 出来了 出来了对吧 刚才我们下了断点 估计没了吧 稍微等一下 我们再寻找一下 快速的回来 重新再入 智能搜索 controll加f搜索我们不想出现的内容 推定 双击 我们f2运行一下 当然你们不需要 你们不需要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执行到这边的时候 这个J1 断点下锁 断点还在这儿 就是执行到这边的时候 J1这 左侧的这条线 会不会变什么颜色 会出现什么 已经出现了 然后我们点击 这时候我们不知道账号或者密码 我们点击登录看一下 好 它自然而然就会跑到我们 这个下断点的地方 它会停下来 这个暂停了 本来应该弹出一个星星花 这时候没弹 说明已经被停下来 这时候 J1左侧的线 变成了红色 我们说过 红色就是代表实现了 就会去执行这个红色的线 那既然有这个问题了 那大家应该明白了 它跑到这边做了一个判断 当然它判断的内容是什么 它判断的就是你账号和密码 你的账号和密码 它错误了 那就会执行这个 从红色的线执行 跑到了这边 跑到了这边之后 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走走走走走 走到这边 提示你账号或者密码错误 继续走走走 和往上一样走 那这个我们的跳出的这个 跳出账号或者密码错误的这个 这个指令啊 它根本就没执行嘛 它被跳过去了 从这个地方它跳出去了 那有什么办法 就是让它从从上往下走走走走走到这 继续往下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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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这 跳 好 走走走 可以使用本软件 对吧 那到下面有 已经有提示了 就这个意思 应该 刚才讲解的 还算明白吗 到现在 有没有晕了 我给大家讲的 就是 要让那段代码 就是不执行 没有问题的 现在还扣个一啊 我看看 还有多少人 没啥的 没啥的 好 刚才我们下段讲 知道 好 那我们继续让它运行啊 那这时候弹出来了 好 我们已经不管它了 我们插掉 它中止 因为我们把那个 它运行的软件关掉了 我们重新再入一下 好 既然我们这个 Jump 这个跳转 它被这个J1给 跳 判断 跳出去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 有一个J1等于 则跳转 有一个J1 不等于则跳转 那我们 懂了吧 我们给它把这个J1 我们双击这个 这边啊 这边 这一行都行 我们双击 修改这边的一段代码 改成建议 建议 建议 是不等于则跳转的吧 点击一下汇编 Nop就是空代码 是空的 这个就相当于没代码 执行不了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 建议 它会是一个什么效果 那我们 既然改完这段代码 我们就去看效果了 我们就 把这一段代码 修改的去保存吧 保存 看一下怎么保存 是复制到 同样在这段区域 我们是 复制到可执行文件 谈一下所有修改 我们点一下 全部复制啊 全部复制 然后它又跑到一个新的区域 那这个区域 它同样有一些选中 我们什么都不要操作 不要乱点 我们在这 随便这一个里面 在右击 保存文件 那你如果一下子没看懂的 马上还有一遍操作 好 这时候它会出现一个 保存.exe的文件 那我们就 给它重新改一个名字 因为这是我们的原始文件 那我们改一下 这个是用 接引 修改的 那我们就给它一个这个 名字 我们看一下 有点乱 眼睛光了 好 这时候我们 打开了刚才破解的 这个软件 我们发现 这个 我们什么都没输入 我就点了一下登录 这旁边的这个 按钮都出现了 对吧 账号密码我都没输入 它就出现了 那我们再点击这个 那我们再点击这个 你获取 好 它已经弹出了 你可以使用本软件了 那我们再换一个 我们输入网名正确的账号或者密码 这个不管它 允许本质操作 94535601 这是正确的账号和密码 对吧 那我们点击登录 这一回好玩了 对吧 它弹出了错误的提示框 我们正确账号密码 它就报错了 账号或者密码错误 正确的反而不行 错误的 错误的 错误的却可以 对吧 那就对这个软件实现了一个破解 你应该懂这个意思了吧 这个软件已经相当于没有验证了 随便怎么输入账号密码就会正确 那就相当于它做了什么呢 就相当于把如果真里面的条件改了一下 改成相反的 比如说这个代码 编辑框里面内容等于保明 它就改成了一个这个效果 反过来把它对调 账号密码正确 细心花弹出了账号密码错误 反之 密码和账号错误的话 它却运行了这一段 可是 这时候我们第一种方法 我们已经出现了 那这种方法 大家有没有看明白 有没有人明白的 能看得懂的 看得懂的 扣个一啊 这时候 这时候还能看得懂的 你脑袋转的比较快 对这个逻辑这个转的比较快啊 特别快 tIt 晕得来了 就 那么 有没有 Know 我怕大家 我怕是 有些人啊 就懒得打字了 那我们 互动一下 不能 听着听着 有些人没兴趣 就睡觉去了 第一遍 肯定看不懂 有兴趣的你在学习 这时候我们正确账号或者密码 它会弹出错误 那我们把这个建议Z发一边 我们还是玩这个QQ 我们还是玩这个 我们变形好的这个软件 那我们再重新载入它 回到我们的主线程 重新载入 这个错误你们不会出来 我们同样智能搜索 我们习惯了就自然而然的 就很快的就跑到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是改的是 这一段是J1 记得吧 是J1 那我们改成了JNZ 是JNZ吧 我脑JNZ 我脑记错 因为我平常用的不是这种方法 因为这种方法有一个弊软 就是正确账号和密码 它却弹出错误 那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右击 二进制 在这一个代码 在这一行代码 J1这边 二进制 用note填充 NOP 这个代码的意思 怎么说呢 它就会从上面往下执行 就是执行啊 执行 空的 不管它 没了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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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往下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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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到这边 好 继续走啊 跳出去了 那肯定不会弹出账号密码错吧 就这么个意思 那它直接连判断都没了 我们不给它判断的机会 无论它 有没有输入文字 或者输入了正确账号密码 它就直接没判断 那就直接往下跑 跑到这边 跳出去 结束 那我们同样给它就是右击 再看一遍啊 复制到可知性文件 所有修改 全部复制 到这边之后 弹出一个小框 不要乱动 你们不能不要乱动 右击 保存文件 这节课可能会有点长 那这个我们用的是Nob前中的 我们再保存一个 在这个 保存出来就是我们破解完毕的这个软件 是这个 这个软件我们双击 我们看一下效果 你点一下登录 好 你获得最高权限 对吧 我们直接不输入账号密码 再点一下 你可以使用本软件 那我们再 输入正确账号和密码 我们点击登录 刚才呢 JN1 它是正确账号密码 它会提示错误 对吧 好 它同样 还是可以使用 正确的也可以使用 是这么个意思 好 两种方法 我们对这款软件实现了一个破解 那这是我们自己写的 这是我们自己写的一个软件 我们可以放到一边了 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破解 那 有没有兴趣 大家是不是 有没有人对这个 还有点好奇心 还有点兴趣 有没有人有兴趣 有兴趣的 扣个一 我看 有兴趣的扣个一 还是有部分人有兴趣的 那有兴趣 我们既然你们有兴趣 那我们再去破解一个稍微难一点的 当然这些都是没有加密的 没有加壳什么的 好 我们再去破解一个难一点的 那就是QQ全验证 在大家 在之前应该 现在很少有人 用QQ全验证了 在之前 大家应该用过别人一些软件 就是人家群里的软件 有一些验证 就是判断 你有没有加他这个QQ群 一些V群啊什么的 VIP群对吧 判断你有没有加他这个群 如果没有加他这个群 你这个软件就使用不了了 给大家一些印象 看一下 有点慢 慢了 就比如说这个软件 你登录你的QQ号 比如说我们登录这个 这个这个一个小号 那我们就点击这个 好 他弹出了一个框子 QQ全验证失败 你没有加入官方QQ群 请先加入QQ群94535601 再重力打开版软件 他要你就是加群 然后这个不管的 他就是去载入那个加群的那个窗口 自动载入 那什么都没了 那我们判断的是 我们没有加群的 那我们这个另一个QQ号就是我的大号 94535601这个QQ号 我是加了那个群的 那我们点击一下 看一下效果 这个群 呸呸呸呸呸 这个QQ号在那个群里面 QQ群验证成功 正在载入软件 好 出来了 当然这个界面不可能是这么简单的 那肯定是真实的那个 比如说是一个注册机啊 或者是一个拼量下单软件啊 或者一些其他的软件 当然肯定是和我们普通一些其他软件一样 这个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点击一下 恭喜可以使用本软件 好 欢迎使用软件 大家这个软件 之前应该多多少少会在一些群里面看到 你不加群 你就用不了它的这个软件 那我们很讨厌加这种被迫式的 那我们对它一个操作啊 同样是打开我们的YPJOD 我们把这个软件 老规矩 我们经过刚才的学习 就已经熟练了 它刚才说什么 失败的时候弹出了什么内容 我们需要找到它 我们看一下 失败它弹出了什么 QQ群验证失败 它这么多字 那我们找一个关键字眼 QQ群验证失败 就是验证失败了 不要把全部内容都打出来啊 那样你会搜索不到这个关键字的 等一下 它会出来一个东西 因为这个软件 就是如果判断了一个 如果你没加这个群 失败了之后 让你加群啊 那个 不管了 哎 怎么还卡住了 好 我们老规矩我们放大 我们 自能搜索 搜索 Ctrl加F 是个什么失败来着 验证失败还是什么 我们点一下确定 好 我们搜索了关键字 那这个就不会出现什么账号 密码给你看见了 因为这个软件根本压根就没输入什么账号密码 它就是判断这个用的是一个网址腾讯的一个QQ群空间来判断的 所以说它它用的一些变量什么的你在这看不见 那我们老规矩 我们既然是验证失败对吧 我们找的是这个关键字啊 验证失败 好像好像跑错地方 因为这个上方好像大老远才有一个 我们换一个 他们 这个失败 它弹出的还是分开的 这是我知道跑错地方的 你们可能就要出现一个其他的问题了 这个软件 什么鬼 稍等啊 出现了一个小问题 因为我没有一下子看见关键字啊 搜索一下 好我们看一下 登录失败的 请先加入QQ群 代码多了时候我们必须要用搜索 QQ群验证失败 哦 怪不得 这个验证失败 这个验证失败 我们搜索的是QQ群验证失败啊 是这个QQ群验证失败 刚才他这个也有一个失败 但不是这个意思啊 一共有两个 那另一个错 谈错的地方不在这啊 不在这 我们找的是这个 好我们 那这时候搜索这个长一点 长一点的还比较有用啊 我们 要搜索的 不让他出现的是这个信息框啊 大家懂意思了吧 刚才 我说过 就是你不想让他出现什么提示 而这个提示是 这一段 那就不想让他出现的是这一段啊 而不是上面刚才这一段 就是说刚才我一下子没有找到关键字 有点疑惑了 如果是你们估计还要跑错 我就不跟你你们讲一眼怎么看出来 反正就是破解多了 你就自然而然的就 就会产生这种啊 感觉了吧 可以这么说 好我们双击 这时候我们进入 进入了这个代码区 我们老样子啊 同样和刚才的一个软件 很类似 在上方 有一个这样 跳过了这个失败啊 这个比较长了 好长好长好长 到这了 那无论再怎么长 我们不管他 那既然他跳过的失败 和刚才的意思就一样了 和刚才的意思一样 跳过了失败 他却还是弹出失败 那就说明有东西阻碍 那阻碍的地方在哪儿 习惯性的我们老样子 跑到Jump下面一个地方 是吧 又看到一条红色的线 看到一条红色的线 对吧 我们沿着红色的线往上 这个红色的线对于刚才比较长 我们沿着往上走 走到这边又看到一个J1 都清车熟路了 又看到一个J1 J1下面是什么 QQ群验证成功 验证成功 这个群验证是我经营论谈 随便找的一个 很新的自己去找就行了 那个J1 也就是说这边做了一个判断 本来是从下往下走 走到J1如果继续往下的话 他会验证成功 会成功对吧 但这时候肯定是 如果我们没加了一个群 肯定是失败的 他肯定是从这儿实现了 肯定是跑到下面去的 去跳过跳到这边 那我们老规矩啊 我们对这个J1 有两种改法 记得吧 第一个二进制 NOB填充 把这个判断直接否定掉 直接取消掉 那还有一个方法就是 双击这个地方改成 J1 让他反过来 对调 对调 你 你加群吗 你反而用不了这块软件 你没加群 你反而能进入这块软件 就是这个意思啊 嗯 对于对对比刚才一个小软件 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建议 嗯 我们改这个 或者 改 NOB 最后实现的效果 是什么 大家如果客户有兴趣自己操作啊 那我们这边就用最简单的方法 我们直接二进制 NOB跳 那刚才那个判断就直接消失了 那就执行执行 跳跳跳跳 成功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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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 到这边 跳过了失败啊 就没他事了 没失败这段事了 那我们 复制到可指引文件 所有修改 全部复制啊 不懂 别断按 直接诱击 保存文件 这是我们的Q群硬证 破解完毕的一款软件 我们看一下 好 这个是刚才的软件 我们把它关掉 他会带领我们去加那个群 我们不管它 哎呦 加群就 这边卡了 我们把它关掉 好 这是破解 破解出来的软件 这个壁纸有点花眼 那我们 看一看 看得见呢 QQ全验证破解 我们双击打开它 当然要是你在破解中出现了一些代码 不该改的你改掉了 那就会导致程序的直接错误啊 直接打不开或者 呃 错乱了啊 那种 所以说如果正确操作的肯定是完美运行啊 改那些不会导致软件出什么 好 这时候这个是没加群的QQ对吧 这个是加了群的QQ 那我们点击 刚才点击没加群的QQ 我们进不去 那我们现在同样 点击没加群的QQ 我们看一下 它会做出什么 它告诉我们验证成功载入 恭喜可以使用本软件 运行 好 结束 我们需要用到的功能出现了 对吧 那这款软件你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你没必要去加它的QQ成了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QQ全线证 怎么样 你们懂不懂 有没有从头到尾能听明白的 当然你们没有实际手头操作肯定不会发现什么问题 光听明白是没什么用的 但是 你如果操作肯定是会出现一些问题 到时候解决了 你这个 反正 就这几端代码 你们自己 无聊就 正过来 他是接一 你就改接引一 他是接引一 你就改成接一 这是最简单的 就是修改方式 好 今天这节课就讲这个 然后 有兴趣的 你可以到这个地方把这个工具下载下来 我会把今天的这个QQ全线证这个软件给你打光 有兴趣的自己就是可以测试的玩一下 明天我们照常上课讲作业 我把今天的教程工具就是保存一下 对了 我还有一个要说 这个我们代码是不是已经被人都窥探 窥探遍啊 直接看到代码是吧 那我们就一般需要用到那个架壳软件 那架壳软件它实现了一个作用 当然架壳软件很多很多 不同架壳达到的实现效果不一样 当然没有绝对安全的软件 我把这个未破解的就是初始的这个给它放进去 当然网上架壳软件太多了 大家看着办吧 我们保护加核这个意思 不想让人家看到代码你就这么玩 其实这个这个无碍破解od啊 刚才我们不是只是改了它的功能吗 其实它还能改改软件上的标题啊 就是把版权改为你的 那就是在这一段操作 这段操作还有一个功能 你你的软件之后我们会讲到那个打码或者接码 就是会有提成 别人用你的软件会有提成对吧 你可以改人家的那个提成的账号 变为你自己的 就是这个意思 同样可以实现 那为了防止别人这么做 那刚才已经好了 成功了 那这是加密过后的 它后面有一个点缀 后面有一个se 我们再把它拉到 od里面看一下 好这时候弹出了一个压缩代码 模块QQ全验证 什么被压缩加密 还能嵌入 这时候我们点否啊 当你遇到这个时候 你如果不会啊 这个破解学的不好了话 那就直接放弃吧 你基本上就玩不了 这时候这个ask这个 这个区域 什么都看不见了 白了 白了 上面的这个也变成了什么 未知命令啊 未知未知 我们在中文搜索看一下 智能搜索 那文本字符上也被隐藏加密了 全部消失 这时候你没头绪了吧 你什么搜索 什么不想要的关键字 肯定搜索搜索不到了 什么都没了 这时候 你就可以谢谢了 破解者也可以休息休息了 当然有技术的 那同样可以过 没有绝对的安全 这是一些简单的小软件啊 没加密的 没加壳的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其他 要说的也不多 如果有兴趣 留在探索 那个 今天客人就到这边 我把录屏保存一下 各位学员再见 给大家看